我早上 你刚刚做点心的时候 差点被香蕉皮滑倒 对不对 感觉如何 很酷 很酷啊 我还敢说很酷 因为感觉像赛车被翻起来 好 我们再想 如果那个香蕉皮一直留在那里 你没有把它剪成 你觉得结果会有 爱到叔叔被划一脚 我也会被划一脚 好 那我也被划一脚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薛蓉姐姐被划一脚 我也被划一脚 你的意思是说 这保龄球这样一路滚过去吗 对 好 那就可能会引发一件什么 香蕉皮连环事件 这个香蕉皮会引发什么连环事件 好 有人乱丢香蕉皮 一有人乱丢香蕉皮 就会有人怎么样 跌倒 滑倒 好 一有人滑倒 就会有人在干嘛 看 看 旁边看 然后就会怎么样 哈哈大笑 对不对 就在这个时候 小泼猴小上 走走走走过去 踩到了一个香蕉皮 噗咚 滑倒了 然后小上就开始想 要是我不理会这个香蕉皮 会有什么后果呢 要是我把香蕉皮 一直留在这边 会发生什么事 等一下卖苹果的熊先生 走过去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如果真的是那样 那就太糟糕了 熊先生会发生什么事 熊先生一踩到香蕉皮就怎么样 他说熊先生踩到香蕉皮 可能就会跌倒 跌倒以后 所有的苹果就怎么样 全部掉出来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的话 那就太糟糕了 因为接下来 小鸟幼稚园的娃娃车 可能会经过 小鸟幼稚园的娃娃车 经过压到这些苹果 可能怎么会怎么样 鸟会飞走 它可能会失控 结果小鸟就飞走了 那发生这样的事 可能会非常糟糕 因为它可能会撞上什么 它可能会撞上 正在油漆的企鹅 企鹅 企鹅在干嘛 在那边画碳板 对不对 在油漆 然后这车子失控了 就可能会怎么样 撞到它 然后如果车子真的撞上它 会发生什么事 颜料掉下去 如果掉到其他人 这不是满身都是颜料 这边有颜料对不对 有油漆的颜料 对 依恩说对了 如果汽车撞上它了以后 颜料就会倒下来 而且这是什么颜色 绿色 倒在哪里 红绿灯 在红绿灯会变成什么 绿色 好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 结果会怎么样 车子 全部车子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因为全部的路灯 颜色都会盖住 都是绿色对不对 对 然后就会变成 整个都是绿色了 然后这边的人也都变绿色了 结果呢 所有的车子就塞在这里了 因为完全没有红绿灯了 因为完全没有红绿灯了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结果会有 好多人就跑出来 会塞车 对 塞车 好多人都跑出来看 刚开始可能有一万个人跑出来看 从窗户探头出来看 结果因为太吵了 大家一直按巴巴巴巴巴巴 结果可能会有十万个人探头出来看 结果这个大楼就会 大家都因为挤到这边来 这个大楼就会怎么样 倒 可能就倒了 然后这人 所有人都掉出来了 你知道这床楼到底是真的吗 不是 是 猴子的幻想 小尚心里想 如果刚好有香蕉皮掉在地上 看到的人就应该把它捡起来 如果有人被香蕉皮划了一跤 就应该由划倒的人把它捡起来 因为不好好处理香蕉皮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连换事件 连换事件 所以后来小尚说 好吧 拿起来 一 二 三 咚 丢掉 这样连换事件就怎么样 就没有 就不会发生了 好 如果是你呢 你看到一个香蕉皮在那里 就捡起来丢掉 真的吗 我会踩过去 你会踩过去 我会跨过去 你会跨过去 如果开心的时候就会捡起来 不开心就会捡 立言讲到说开心的时候才会捡 你这个是什么标准 你可不可以说了一下 什么样的时候是开心的 你会捡起来 什么时候是不开心 就是刚吃完冰淇淋或者是 吃完冰淇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本姑娘今天心情好的时候 比如说有冰淇淋吃完 说心情很好 看到一个香蕉皮的话 捡起来丢掉 看到一个宝特瓶 捡起来丢掉 但是如果今天姑娘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管你了 下个人准备滑倒 这样吗 没有 不管我的事 如果我是她旁边人 我会说冰淇淋给你 冰淇淋给你 请你去捡嘛 你不如自己去捡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一个香蕉皮 看起来是一个小东西 对不对 这本书 起起的推论的逻辑 虽然都是她的想象 可是也有可能会 一件一件事情 一直连续地发生 可能未必是这么严重的事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 有一个名词叫做蝴蝶效应 有 有 知不知道什么是蝴蝶效应 来 你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然后就一直引发 然后变很大 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事 没有 好 说说看 你只是感冒什么的 然后你就想说自己就会好 然后就一直咳 一直咳 然后咳到后面就变成大的病之类的 这也是 这也是 但是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我就会一直不喜欢 一直不喜欢 然后就会越来越不喜欢 越来越不喜欢 比如说还有 就通常吸收 有人是习惯就是甩 甩 然后在地上 然后就常常有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会差点滑倒 对 对 那个其实都是一个 很小的动作 你这样子 每个人这样一甩 然后地板弄得湿湿的 然后就会害下一个 甚至是自己 可能会抵倒 蝴蝶效应就是说 你不要去轻过一个很小的动作 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来想想看 好 我现在假设一些 状况 看看你们会怎么处理 那个猴子最后是决定 把香蕉皮拿去丢掉 如果现在你们走在路上 发现有一个宝特瓶 空的宝特瓶在那里 你会怎么处理 我拿给那个熟垃圾 它会丢掉 好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宝特瓶 你不丢掉 你觉得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有人走过去 然后踩到 然后滚起来 踩到会滚对不对 还有呢 就会有人想说 别人都这样 那我也可以 然后就 就以后都乱丢 就不说 乱丢 那个地方可能会变成 从一个宝特瓶变成三个 变成五个 变成十个 然后变成一座山的 所以你们遇到宝特瓶会 剪去丢掉 好 那我们换一个状况 如果你今天去公园 你发现椅子上 粘了一块口香糖 好 你会怎么办 我自己有带了卫生纸之后 就可以把它剪下掉垃圾桶 口香糖 拿卫生纸 难粘耶 怎么办 如果说我会拿一片树叶 我会坐别张椅子 然后你就不会去处理它吗 对 我会想办法 我会 等一下 好 粘你为什么会决定忽视它 不要处理它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它 我知道怎么处理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为什么会想办法 把它弄起来 因为如果下一个人做到 那如果他发现时间快到 如果是要去上课的话 那如果你的屁股上的话 那就不是起不来了 不过安小鼠 这让我想到 通常其实我们还蛮常见的 是淹地 那如果是掉在 你看得到的地方 你也剪得到的地方 像草地上面 可是公园最常见 你们会怎么做 我会尽量 就是去拿 然后不要跟它说 然后自己掉掉比较好 如果你去爬山的时候 发现有个烟地还在冒烟 然后却在草丛里面 因为有的人爬山 就像抽烟就随便乱丢 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一定要先怎么 把它弄洗 采息或者是用水把它浇洗 然后拿去丢掉 不然很可怕 因为那一不小心就会 真的 那个连锁事件 就真的是很大 连锁事件可能是一座山就烧光 那如果你在马路上 或者是人行道上 或者是你在骑那个U-bike的时候 你看到地上有一根铁钉 你会怎么出来 捡起来丢掉 你会把它捡起来丢掉吗 因为如果 如果不捡起来丢掉会怎么样 有可能有的人车子就要 因此要换一个轮胎之类 就爆胎 就会隔起来 我都有一次看到一个 很恐怖的场面 什么场面 就有一根钉子 然后在游泳池 的SPA的楼梯上 然后呢 然后看到 它踩下去啊 然后 它踩下去啊 这是它 这是它脚趾 就真的刺进去啊 你看 就真的会有这种事情 那后来呢 送鱼啊 在船上 那它有 那那个有处理掉吗 那个钉子 我不知道 我真的就在走路的时候 曾经被碎玻璃划伤 那我那时候穿拖鞋 我穿拖鞋 他也是穿拖鞋 对 但是穿拖鞋就是因为 穿拖鞋 对 太薄 那个拖鞋的底部不够薄 不够厚 对不对 我是还好有一次是穿布鞋 就那个图钉就硬生生地砸进去 还好那个够厚 可是后来发现这些真的很危险 虽然只是小小不起眼了 是啊 你看 一个小钉子 一个小玻璃碎片 甚至一个小伤口 一个小烟地 如果我们 或者是一片小香蕉皮 如果我们不好好处理 而且不及时处理的话 可能真的会引发 连锁效应 而且是很可怕的 不可思议的一些灾难 所以其实 我觉得今天小猴子琪琪 她虽然用想象的方式 我们都觉得很夸张 可是我觉得她归纳出 这个香蕉皮定律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最后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看到的人 踩到的人都要怎么样 捡起来 丢掉 所以以后你们在路上 不管看到这些危险的小东西 记得要怎么样 捡起来丢掉 而且一些 我们遇到了一些小的事情 千万不要觉得事情很小 比如说 那个饮料打翻了 在椅子上 没关系啦 太阳晒晒就会干了 太阳晒晒就会干了 所以咯 所以不要忽视这小小的东西 小小的地方 我那个香蕉皮 是故意吊在地上的 好啦 我们去看我们的香蕉菜 走吧 走 走 走 你这是小小的 对